《新疆維吾爾自樂區》 《新疆維吾爾自樂區》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開展反恐和去極端化工作 是我們新疆維吾爾自樂區工作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近年来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国家安全法 反恐怖主义法 刑法 刑事诉讼法 以及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 我们制定并且修改完善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实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弃集团化条例 这两部地方立法呢 对我们的教培中心的工作 都做了非常严格的规范 确保新疆的反恐 去集团化工作 在法治的轨道内向前推进 现在开庭 依据以法律为准程 具有完备的司法程序 都是严格依法进行的 国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白皮书里 对需要培训的对象 和法律程序做了介绍 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 和法律程序 恰恰体现了标本监制 增核失策的原则 体现了宽言相继的 形式政策 和教育挽救的方针 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的家人 我现在想想 真的非常后悔 真的很后怕 我差点成了罪犯 毁了自己 也毁了这个家 那个时候 有一次我的朋友 带我去 孙礼的底下讲经典 他们说 不信教的都是一教徒 杀了一教徒可以进天堂 天堂里要啥有啥 后来我又去了济色 他们还给我的手机 传了暴空视频 慢慢的我开始 崇拜了那些 圣战寻教的人 觉得他们是勇敢的斗士 想着自己也能 成为那样的英雄 我开始憎恨汉族人 认为他们都是一教徒 多不清真 杀死一个汉族一教徒 胜过做十年功 他都在家里有其他人 连续回来 他在家里纳编上 他在家里的通风 转变化了 他不知道我告诉你 我都没有了 他就在家里面 他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我都在家里面 他不在家里面 他就在家里面 我只能把女人购买了 你家里开着大盘机店 他不给汉族客人买大盘机 有一次他们吵起来了 你家里拿着菜刀 就要砍他们时被我们拦住了 我说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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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一边边给我们讲道理 讲政策 还拼清了法律专家 给我们讲宪法 刑法 反恐法 举举单化条例等 我还三观了反恐战 看到那些违法犯罪的人 杀的人也毁了自己 我很后悔 更多的是恨自己 居然倾心那些人的鬼话 他们实在将我变成 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救赔重心 让我知道了是非对错 让我学会了 用法律保护自己 让我们努力工作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物 我太意外了 这是我交疲中心里面给她画的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交疲中心里面挑战好不好 也很想她 我就带着一家子去看她 我看到了她的生活 她的生活太好了 我们学校里有拉面 但抓饭吃的都是清真的 免费的 我们宿舍里有电视机 有二次个手是有热水 很方便 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调 煮得很舒服 我以前学过花花 受极端思想音箱以后 我好久没有花花 到了赵培中心以后 我看到了 里面有很多戏曲版 也有花花版 材料啊 花花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免费提供的 那就我重新拿了我的花笔 很多同学们为着我 看着我画画 我觉得自己像明星一样的 我有一次肚子疼了 生病了 向着扛一扛就过去了 到半夜实在说不了了 同学们都吓坏了 老师听手后 赶紧跑过来 把我送到学校的义务室 陪着我做检查 打电地 折听了一晚上 我特别感动 接以后 政府帮助我 给了一个消灰园 开了一间花浪 我在这儿做着画画生意 现在她很关心我 经常给我买衣服 有空她配着孩子一起画画 现在感觉自己很幸福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要带着他们过更好的日子 以前我就是开餐厅的 生意做得还可以 但是后面 我整天跟多端思想的人在一起 没有心思再做生意了 生意越做越差 妈妈劝我 我也不听 还跟她吵架 我想不通 当时为什么是这样 我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难道她天天不想见到我吗 那时候我很恨她 现在 Guna 感到感谢 她不仅仅是关心她的问题 她不仅仅是关心她的问题 但她也知道 她妈妈的关心 对她的关心 对她的经验 在教育和教育中心中 我学习了国语以后 我不仅能看维文书 我还能看国语书 我还能上网查资料 能看到全国各地老板 经营餐饮的知识和故事 老師你看我们那个灯 都那么好看 好看 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以前开过餐厅 有一定的经验 我呢就建议她学习 酒店管理相关的专业 现在我重新开办了我的餐厅 我餐厅里面有20个员工 我的生意特别的好 收入也特别的满意 我这个小麻雀 变成了一个金风谎 我刚进教育中心 我翻过来 翻过去睡不着 我老婆带着三个孩子 儿子还小呢 儿子咋过 我们经常到他们家去看一看 发现一些 农活 重活 我们就大把手 帮忙忙 我现在想想 我现在想想 现在就是黑人的东西 教培中心教育学员的方式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用拉的方式 而不是推的方式 是用教育的方式 而不是严惩的方式 是用关爱的方式 而不是嫌弃的方式 我们都认为 这些学员其实都是受害者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 最大程度的教育挽救 并且要保护他们 使他们能够知法懂法 并且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 还有劳动技能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而也能够实现 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